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玩家走了知道优化了 4.7版素质上线提升 4.优化不痛不痒 克洛琳德V3.5改动解析持续时间倍率 有的时候真的有点恨元神策划不争气了 明朝已经上线 现在知道着急了 但是游戏优化还在不紧不慢的跟进 目前策划也是官宣了4.7的相关优化 先一起来看看吧 1.最重要的一个优化 那就是后续大家的素质上线可以提升至200 这样一来每天上线可以直接合成5个浓缩素质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策划想过没有 没算错的话 恢复200体力需要27小时 一天都回不满200点体力 岂不是每天都要延迟几个小时上线 不然和160有何区别 希望后续可以跟进一下体力的回复速度 但是体力和原石多少挂点勾 估计不会那么快调整 2.道具叠放的数量上线调整 后续矿石 强化素材 怪物掉落素材等等都会提升背包可存放的上线 那些刷了9999个材料的玩家算是有福气了 这会儿真的是再也刷不满了 3.好友数量上线提升 这个优化真的有点可有可无了 不过个人感觉是为了给新版深渊做准备 因为后续新版本的深渊是需要借助好友的角色进行挑战的 满命大佬估计好友会被一直申请吧 说的我也要找个满命水神大佬感受一下强度了 4.圣遗物推荐属性功能 要说圣遗物有没有一直在优化 那确实是从风担开服到现在一直在调整 但是除了快捷和分段提升圣遗物等级以外 什么圣遗物推荐之类压根用不着啊 不如添加一下玩家可以自定义圣遗物套装方案 方便玩家直接在各个角色之间切换圣遗物套装呢 整体来看 这一次的优化也只有体力相关的是比较要紧的 星游上线在即策划肯定是早急的 但是奈何更新点都不痛不痒 玩家走光了估计都没能更新到点上 不求更新的多好多么跟得上竞品游戏 好歹一些便携功能可以跟得上隔壁星穷铁道吧 什么后背体力什么随身合成台 估计很多玩家都会想要吧 克罗琳德V3版本削减了一技能的持续时间 从9秒变为7.5秒 而CD的16秒时间不变 这意味着空荡器达到了16-7.5等于8.5秒 来看一下影响吧 此次改动克罗琳德在克皇万草计划队伍的循环中 克罗琳德大招时间算2秒 剩余6.5秒 其他三位队友释放完EQ技能 时间也大致差不多 不过首先要保证每人循环每人都有Q 如果循环里充能不够 极为容易导致无所事事的罚战结果 解决方法只有放弃斜律套 选择如雷套 写实战中设计转火问 如雷套能够显著解决空荡器问题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